我們發現到了 用紅色的珊瑚製作的 看到出來 噢 啊啦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艾芸 今天我們來到青大仁社院 聽說裡面有一間很特別的實驗室 裡面成員一年到頭就在全台各地考古 不知道裡面有哪些寶物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開箱吧 現在我們來到考古學研究室 讓我們一起來歡迎邱鴻林老師 大家好 我是邱鴻林 老師 傳說中你們的實驗室裡面有很多寶物 這是真的嗎 這不是傳說 是真的 我帶你們進去看一看 好 有沒有像到昭和時代的實驗室 真的耶 整個都是古色古香的 すごい 欸 老師 那這個是真的嗎 這當然不是真的 這個是一位八千年 一位七千年 用3D掃描做的複製品 喔 那等一下我就帶你們去看真的 好 所以說這些才是真的人骨嗎 對 這些也是金華 後山的新的校地所出土的人骨 像這一片的話 它就是上面看得到它是綠綠的 那這個頭蓋骨的頂端有綠綠的 其實是在它的頭上有帶了一頂帽子 我清帶的時候他們的官員的帽子上面 都會有根據它的官籍品質 然後給它規定的一個材質的一個頂帶的一個頂竹 那我們為了要了解就是戴頂帶的人跟其他人有什麼不一樣 他的健康狀況怎麼樣 他吃得比別人好啊 或比別人胖啊 比別人瘦啊 曾經生了什麼樣的病啊 他是五官還是文官啊 所以這類的問題可以從骨頭上面可以得到解答 老師我剛剛一進來就被這麼多的文物吸引 那這些其實都是 清大二期後山所出土的陪葬品 那我剛剛有特別注意到一個 就是這個鑽石超大的 這裡都是陪葬品裡面的裝飾品 我想有各種各式各樣的材質 而且也有就是不同時代的 那我想大家都會被這個洗 哇亮晶晶的 超大的 那他這個一個是晚晶的東西 他的底座是18K金 然後他的這個所謂的鑽石面 這個是人工的假鑽石 比較不會引起這個歹徒 盜墓的一個技術這樣子 那你們一開始考古的時候 會不會害怕或是有忌諱 是不會耶 不能有忌諱吧 有忌諱的人就不能來做這個 對啊 不然你挖到人骨的話 你就應該怎麼辦 差一點 怕的人就不能做了 考古的未來出路有哪些 考古未來出路 考古未來出路 其實大家可能想像說 我們都在挖土 跟印第安奈熊斯一樣 在那邊田野中奔跑 或者是可能在博物館 然後跟大家解說 這些都不是我們的工作 你要自己創業也可以 或者是你可以在田野裡面 當隊長去帶隊 然後在公家機關 就是文化部 文化資產相關的地方 其實各縣市還蠻多 而且還有考古館啊 然後台灣寺錢館啊 其實蠻多工作可以做的 而且有些就是小有賺頭 有前途啊 有前途 那這樣你們有遇過什麼 很有趣的事情嗎 我在在某一次要畫戒牆圖的時候 然後我們要去記錄 考古文化城的各個分層 跟牆上面是否有遺物 但是我就在畫的時候 就在那邊畫 然後這條 然後是這邊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有一片桃片 那邊有一塊石頭 在畫上去 這塊石頭為什麼 顏色怪怪 我就拿了自動筆帶一戳 然後那顆石頭就這樣 我就這樣 是闊魚 是一隻闊魚 對 就造成我之後心裡的trauma 還會 闊魚這樣很噁心 那你下次遇到怎麼辦 遠離闊魚愛惜神明 那我們今天一起來看看 平常研究生都在做什麼吧 同學 那你現在是在踏印嗎 對 我現在在踏印 那踏印呢 它就是一種 可以把文物上面的文字啊 或是圖案文字去用墨 轉印下來的一個方法 那其實在沒有攝影技術之前 踏本它是一個很直接的史料 真的耶 上面字都非常清楚 對 我們就是可以用踏印的方式去把 文物上面的細節給呈現出來 那而且踏本呢 它跟食物本體它的尺寸是1比1的 對 喔 所以原來考古學也會用到顯微鏡 對 因為像是科學分析 就是我們的其中一個 考古學的一個研究方式 然後像這台顯微鏡的話 就是用來看淘氣它裡面本身的 礦物的組成成分 喔 有點像萬花筒的感覺 像你剛剛看到可能會有點圓圓的 或者是長瓢的那種形狀 其實我們就可以從這些去推斷說 它的礦物是什麼 然後再去推斷 它到底是來自於當地 或者是來自於外來的這樣 原來如此 欸 那你現在就是在做什麼 我在進行考古遺物的測繪 然後測繪這個工作就是我們考古學 有時候會需要記錄一些遺物上的細節 然後這些細節可能是照片 沒辦法捕捉到的 我們考古學就用我們的眼睛 然後用筆把它畫在紙上 這樣讓其他人看到的時候 可以知道說 這件文物有哪些製作上的特徵 老師我想問你一下 考古學在學什麼 我們在挖掘的時候 大家就問 欸 你有沒有挖到黃金 你是不是在挖恐龍啊 之類的這樣的問題 但是 其實考古學它是研究 跟人相關的學問 拿著第一手材料 用科技的方法 我們去穿梭古今 回到過去 老師我想問你一下 就是因為台灣土地其實蠻小的 所以感覺考古的地方也會蠻有限的 那你們通常都在哪裡考古 我想台灣島雖然是很小 但是自古以來就有非常多的人群在島嶼裡面進進出出 不過像我們的同學去哪裡考古 台灣最北的考古移植在聖沙爾瓦多城 最南的考古移植在鵝蘭比移植 我們清華大學的同學都在這兩項工作上 貢獻了我們很大的心力 那更遠的有去馬祖 台南 花蓮 幾乎是全台跑遍 到處都有我們新大考古隊的足跡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你會不會想去埃及或什麼金字塔之類的 我自己是曾經到那個龐貝 就是說被維蘇威火山在紀元前後 被火山爆發被埋掉的龐貝 一直去進行發掘了一個多月的一個時間 那期間也發現到了 用紅色的珊瑚製作的羊具 小雞雞 那導致於整個龐貝城的這個停工 然後所有的工作人員排隊來朝聖的這樣的一個場景 好有趣 蠻有趣的東西 對 那非常謝謝今天邱老師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掰掰